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今天好吗 我是来生活爱美丽的阿力 相信很多小伙伴都知道永生花 但是应该很少见到永生绿植盆栽 今天阿力就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制作一个永生绿植盆栽 这个是已经做好的了 但是这个叶子不是全部都是假的 它有真的 这个比较绿的是真的 中间这个是假的 接下来阿力跟大家一起做一个 全部都是真的叶子做成的 非常好看跟小清新的一个家居摆设 有没有 但是呢做成是很简单的 如果自己家里有种植的小伙伴 那就更方便了 你就可以直接去剪一些下来 然后修剪一下就可以使用了 我前面有视频介绍过 有加利燕的种植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如果家里面没有种的那也没关系 那就更好了一般花店里面卖的 或者是你收到朋友送给你的花束里面 一般都是有有加利燕 你直接可以拿出来 花店里的叶子它就会更好看 不管是形态还是修剪 或是可以直接用的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大小适合的花盆 根据你的喜好来选择它 决定它的大小 然后里面装一个泡沫 然后上面呢你可以就是把颜色涂成绿色 把这些叶材都准备好之后呢 就往里面按照自己想要的形态去插就行了 因为尤加利燕它的那个素质还是蛮硬的 所以插进去就很容易插的 那我们现在开始 准备了 底片 准备了 internacional 拆备了 赤装 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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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现在是刷成这种形态的 真的好像有个素 因为我不想要修剪它 就是一根根的 因为其实它一整根它还会有侧子 我想要它还溜着 就这样看就比较就跟它原本治疗的状态是一样的 再擦一根差不多 然后这个永江利叶的永生花盆栽就做好了 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想要做成一个像上型的或是其他形态的都可以 我给它套一个这个花盆 这个是超好看的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请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拜拜